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刚刚所收听的这首歌曲 是Dan and the Shade 所演唱的 One Thousand Hours One 等一下 10,000 我刚刚其实已经练习很久了 我们家气质力文说 瑞瑶姐你要念 Dan and the Shade 对不对 他说这样子发音才准 我刚刚还念半天 然后呢 本来是Ten变成One 好好笑 一开始就逗大家笑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有开直播 因为呢 听众朋友会在直播的影片 看到一位非常有风格的男士 这位有风格的男士呢 我故意请他把帽子戴起来 我们邀请到的是 在国内非常有名的茶人 大家是叫你茶人吗 池宗献 池大哥 这个名称很多啦 他们怎么叫你 一般我是因为写很多茶的书 四十几本 对 所以比较严肃的叫吧 就茶学的专业 这么长喔 茶专家 茶博士 都可以啦 因为茶其实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研究起来就是很多细节 很多的身影知识藏在里面 可是关键是在于 如果今天有听众朋友 跟王润瑶一样是电视控的话 你不是茶博士啊 你在大寻宝家里面 都给人家鉴定壶啊 盘啊 有没有 茶叶 茶叶我是没有看到啦 古董 可是你鉴定的古董 都是跟瓷器 淘气有关的东西啊 其实跟茶有关 喔 可是我看你有鉴定大盘子啊 好大的盘子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从茶进入这个领域 我刚刚提到影知识 就发现说 茶其实跟瓷器的脉络 是息息相关 那我原来也是媒体业 跟你一样 有啊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 我听到你就是大成报的 总编辑 总编辑 对 大成报 大成报的副总啦 我一开始认识你 是大成报的副总 然后之后是大成报的总编辑 对不对 对 等一下 有人讲说阿扁来了 没有啦 不是 来 把这个帽子拿下来 这个帽子是给大家看喔 风格 风格 让我做一下秀啦 对啦 风格 其实重点在于说 从喝茶这个角度去看瓷器 我们从欧洲的发展历史 因为茶叶跟欧洲非常密切关系 是因为它的上流社会喝这个 所以当时他们喝的器物 从银器到瓷器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现在到百货公司 买很多的精品瓷器 古瓷 对 Born China 或是Witchwood Loscentite等等 都是跟茶有关 那所以这引起 我在差不多30年前 就开始研究瓷器 这个领域 所以其实主轴还是研究茶 然后研究瓷器这个 是因为它都跟茶有关 对不对 那因为我对文物的了解 跟喜爱呢 是用新闻的五个W 一个H去了解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记者 我把所有茶跟器物有关的 去做一个归类 所以我从中国 回过中国来讲 中国的唐宋元明清 就开始喝茶 所以我把茶跟器物做连结 茶是从唐开始吗 茶以前汉就有了 那我们在史记也可以找一些资料 那唐代是录与茶经写的 所以我后来从茶去了解 跟中国瓷器有关这个领域 就发现说 我们如果要想喝好茶 一定要找对瓷器的相对性 也就是说你的器物要相对 可以运用的 匹配的非常好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邀请到的是 茶道老师赵昆秀 我记得秀秀老师上次来到 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 其实也是进入到这样子的阶段 就是喝什么茶用什么器皿 而且我记得他那次拿出了五六个杯子 就直接做测试 等一下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池宗献 不是陈水扁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一直问说 阿扁来了 阿扁来了 等一下我瞧一下角度好了 有这么像吗 对大家其实在 有这么像吗 等我一下 等一下老师你等我一下 因为茶博士 他不是阿扁 大家就说怎么搞的 王若瑶请了阿扁来 阿扁的声音也不是这样 反而是王若瑶现在的声音 有一点阿扁 这样子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更近看 有更近看 茶博士 池大哥的样子 那所以等于是 从茶开始 从历史开始研究起 对不对 所以我常讲说 喝茶有几个字 理性的基础 感性的一种抒发 也就是说我们连 就像刚刚讲茶杯 其实我写过一本书 就是茶杯 全部讲茶杯 那这个茶杯呢 有对应到茶叶吗 茶杯对应到 当然就是说 比如说它的幼色 比如说我们茶杯 会减到比较严肃一点 就是幼药 烧结温度 胎土 然后它形成一个形质 那这几个原因呢 都会影响到 对茶汤的香味跟醇味的影响 对呀 同样的茶 同样一泡茶 不一样的杯子 在平饮的时候 其实有的是收敛 有的是更奔放 然后有的是 连甜味都不见了 就变得很平淡 我自己就是比如说 就是秀秀老师 来给大家试嘛 然后听众朋友 其实去YouTube 还是FB 也可以找到这些影片 就是等于是我自己都会发现说 原来影响茶汤的因素很多 不是只有茶叶的好坏 对不对 大家都太关注茶叶了 其实那个是叫变因 我们讲茶叶影响因素 有古人 比如说明代有一个张元 写一本书 他说水为茶之母 他说水是二分之一 因为茶泡出来 可是后面他没讲 那我现在把它这个系统化 就变成说茶跟器物 还有湖 刚才讲到杯子 还有茶海也是 还有烧水的器物 休息一下再回来进广告 不好意思 我们要进几段广告 还有听众朋友都觉得很好玩 大家现在 你们都还在歪楼 还在很像很像 今天大家要专心听 因为其实今天 池宗献持播室 跟秀秀老师讲茶不一样 因为秀秀老师讲茶是循序渐进 从最低阶 你知道一路一路给大家进阶 今天其实会花一集的时间 来跟大家介绍他的这本新书 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做 品茶入菜饮美味 我们等一下就会慢慢慢慢 进入到这样子的阶段 这个其实也是台湾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 听众朋友会发现 有一些新餐厅 他会问你说 你今天想要Y pairing 还是想要T pairing 对不对 有一个T pairing出来的时候 你就说什么叫做T pairing 我第一次其实听到T pairing 是在三本真志开的 祥云荣吟里面 而且他的那一组 T pairing做得非常成功 我记得他刚上市的时候 那组T pairing要多少 两千五吗 是吗 七杯 我记得七杯茶 配他的菜 如果今天没有概念的人 都吓死了 你又不是给我喝酒 凭什么给我收七杯茶 两千五 可是因为我试了 我试了他的T pairing 我吓一跳 有人问查博士有脸书吗 有 来脸书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名字 就是池宗献 可是我有就比如说 有限制五千人之类的 还是什么 没有 我没有粉丝页了 就直接加来 然后就写 今天收听这个节目 我一定把它加为好友 没有注明 可能就不好意思 有没有听到 我们如果你们想要 变查博士的好朋友 在申请变成他的朋友之前 传一个私讯 通关密语就是超级美食家 听到了没有 没有通关密语 你们没有先用私讯给他 表示你们没礼貌 他不会理你 我这样讲对不对 你是金之古人 重点是说 其实有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喝茶 中国人太细为常 那就是说 你刚提到一个很好的角度说 为什么你跟我收这个钱 好来 我们要直接开始了 听众朋友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好敏感哦 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发现 王瑞瑶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因为呢 开灶了之后呢 我虽然很小心保护我的喉咙 可是因为最近有一点感冒 还有就是我昨天讲了一整天的话 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 还跑去一家餐厅 应该是帮这家 应该是帮一个好朋友的餐厅 做一个诊断 那所以提供了很多很多建议 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说 瑞瑶姐你怎么搞的 今天一开直播声音就怪怪的 可是大家放心不用紧张 还有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有说 池宗县茶博士 他有他自己的FB 你们可以申请 要求变成他FB的好友 可是请你们先传一个私讯 私讯的通关密语就是超级美食家 因为他不随便家人 可是我现在我们开直播的留言 都是超级美食家 不是私讯 不是公开留言给我 你们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想要变成池宗县的好朋友 他在FBPO的任何东西 你们都可以追上 先给他打一声招呼 好 先给他打一声招呼 我们今天呢 主要要来给大家推荐 池宗县池大哥在远足文化 所出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品茶入菜迎美味 我再讲一次哈 品茶入菜迎美味 池宗县大哥出书出了四十几本 听众朋友直接上网Google 就可以出现他以前所写的书 可是呢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呢 其实代表了中餐西餐 创意菜的一个新的趋势 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前吧 翔鱼龙云刚刚来台湾开店的时候 三本真志第一次开记者会 那个时候呢 他就出了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如果你吃他的套餐 你可以选择Tea pairing 听众朋友听我们觉得怪怪的 不是都要餐酒搭吗 什么时候变餐茶搭了 对 所以一般刚刚那个瑞瑶讲的很好 就是说它是一个新趋势 我们在台湾也好 在中国吃饭 喝点哪个富贵 会觉得好像不应该 一套两千五有七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还是一千五 还要细细的去了解 也就是说比如我自己喜欢茶 然后从茶去研究餐 那在这个二三十年来呢 我大概一百个星星都吃过了 西方东方都吃 但是我发现说 Wine pairing已经到顶了 也就是说你到米其林餐厅也好 我说一般餐厅配酒这件事情 已经习以为常 可是茶这个呢 还是觉得解腻吗 还是说我吃完肚子很脏 我喝茶消脂 或者消肿 消肚子的肿 肿就是会减肥啊等等 大家会就很简单 打嗝啦 那我觉得这个太小看茶了 如果说茶能够让食物提升 一加一大于三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理想 好 可是我自己其实对于茶跟酒之间 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态度 我就直接开门见山 我要问茶博士 我们通常大家在讨论红白酒 会觉得红白酒有不一样的品种啊 它有不一样的酿造法 而且红白酒当它开瓶之后 它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茶在泡好了之后 冲泡好了之后 它是有很多的变化 就比如说这两个可以在同样一个天平上讨论 它们是否它们的厚度是足够的呢 你问的就是内行话 很多人就说 我看到四茶师我就来做 其实他如果不去了解 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所以呢我们要先这本 我在品茶露菜 以美味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提到 先把茶搞清楚 比如说茶有六大茶类 从不发酵到全发酵 我们比如很简单讲 就是绿茶白茶黄茶 青茶红茶黑茶 从零到一百的发酵 那这个本身呢 它又会先制到它的烘焙 发酵跟烘焙 以青茶为例 有五仪包种乌龙等等 那这些的变数呢 大家都了解以后 你就会知道说 讲白酒 比如说你Chardonnay 去做的葡萄酒 跟Pinot Noir 是不一样的 就不一样啊 那Cabinot Sauvignon 去做的跟Pinot Noir 又是两个系统 一个是Burgundy 一个是Bordeaux 那茶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分的 比如说 台湾茶跟中国茶的做法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 最大重点因素 在以台湾为例 因为讲太多 可能它会失焦 我们用乌龙茶做例子 比如说台湾的乌龙茶 我们用海拔来分 一千公尺叫高山茶 它做的是轻发酵 比较清香 那你要想到这个茶 要来配菜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考虑 那个茶 菜本身 比如说菜又分很多类 比如说有江浙菜 有广东菜 四川菜啊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要单纯的配菜 你这个茶拿去配的时候 你就要挑 它的发酵程度 跟菜的浓烈 跟鲜爽 这不太一样 那我们通常就是说 像鱼类的 我们可以挑 比较清爽的茶 比如高山茶 轻发酵的 但是如果肉类的 你可能要挑的是 焙火比较多一点的 或发酵重一点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们在讲试茶 其实就是训练一个 像wine souvenir 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你能够看到这个菜 你就可以知道配什么茶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新的趋势 跟新的行业 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一直都在讨论 比如说最基本最基本的配法 就是什么白肉白酒 红肉红酒 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基础弄清楚 然后你就有变化性 所以我最近在亚都饭店做一个训练 就是要他们先了解这个 刚刚讲的基本元素 那茶的基本元素 刚刚我觉得主持人很内行的提到说 他的有没有可以放在一个天瓶上面去蹭 是否可以 当然这中间要考虑得除了刚刚讲的茶的品种 茶的这个发酵跟烘焙之外 还要考虑的是泡出的浓度 我们茶泡浓跟淡 还有热度温度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直播没有停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其实那次在祥云荣云试了那只 就试了他的七款 我记得他好像是收费1500还是2500 听众朋友 2500嘛对 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了 有七杯茶 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于T pairing胜过 就比如说T pairing可以赢过Y pairing 只有一个东西 让我觉得他是大胜 就比如说直接就把他KO了 是颜色 就比如说七个茶出来之后 他放在 他其实都放在玻璃杯里 我那个时候 而且我要跟听众朋友讲的是 因为祥云荣云是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他其实不会有很多热 很极热的食物 所以他的茶其实都是在一种 比较低的温度下 对不对 40度左右 对然后甚至有一杯还带气泡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大胜就是色泽 或许很喜欢喝红白酒的人不这样认为 搞不好很喜欢喝红白酒的人就说哪有 白酒也有很多色泽啊 红酒也有很多色泽啊 所以我就提出一个概念说 酒杯换成茶杯的概念 可是呢酒杯跟茶杯可以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出现 所以最近也碰到一个高山主厨 他是米琴一颗星的 他就跟我提到说 那我们我们都one pairing的话 就是红酒白酒 那可不可以配sake 那可不可以再加入茶 其实有耶 因为王德船就在做这件事 但是他们现在说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所有人都可以说我来做 可是重点是那个茶跟食物 到底你有没有懂事 我那次有参加了一个王德船 也是一个类似这样子的 他其实做得更狠 他做的是y pairing跟t pairing的两个 pairing 更难 然后呢 可是他的食物是比较轻简 可是我觉得我那次参加完他的活动 我没有做太多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又更复杂 比如说喝了A酒 再喝A茶 要吃A食物 很简单的A食物 然后再喝B酒 B茶跟B食物 他就希望你会觉得A茶跟A酒 跟B茶跟B酒是合的 严格说起来 我其实那天很困惑 对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的困惑是对的 因为现在就刚提到说 要讲到t pairing 大家说可以啊 因为我懂茶就不难 好来我们来讨论这个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 你们在电视上才可以看到的 尤其是要看大寻宝家 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种谷物鉴定 虽然我没有谷物 我自己 我爸爸也没有留谷物 任何谷物给我 可是我好爱看这种中西谷物的 鉴定的节目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池宗献 如果大家有在看大寻宝家的时候 就知道这位专家经常会评鉴淘气瓷器之类 可是等一下 池大哥 你都给人家评鉴的价格好低 我们宝师傅一边在看电视的时候就说 宝师傅说这个人好坏 这个人是不是想要偷偷买人家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看东西 我是用一个 就是说你对了 你这个商量增值 不对的话 比如你几年前买五万块 二十年后五万块不会增值 因为那个叫工艺品 不叫无物 那喝茶也一样 就是说很多人在说 哎呀我喝茶可以配餐 可是你茶没有搞懂 你把它摆一大桌 酒也放上去 看起来很澎湃 对 但是你喝的人会越喝越糊涂 然后也搞不清楚你在喝什么 因为味蕾是有一个极限 是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大家在讲T-Pairling 他只是 其实观念还很简单 就是说 哎呀我菜有茶进去 就可以叫Pairling 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一块鱼 你看我这个书的封面 那块鱼 这是在巴斯克 一个米青三颗星的餐厅里面拍出来的 它这块鱼肉 你看起来没什么 可是它上面所烤的 还有它所做的sauce 它是带一点微微的酸 那你说你配什么茶呢 你如果今天看这样 你说配绿茶就唧唧了 因为那个绿茶就被它全部盖住 说唧唧了 全部被它盖住了 我现在直接我问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呢 其实在中华料理里面 也有一些直接就以茶入菜 其中呢 你刚才其实提到了天香楼 天香楼有一道非常知名的菜 就叫龙井虾仁 难道我今天在吃龙井虾仁 这个好问题 因为其实这个龙井虾仁是名菜 那过去我记得 那个宝师傅在的时候 这个菜做得非常好 谢谢 我去尝去吃 因为我是那边的常客 那这个龙井虾仁 那过去很可能没有人觉得说 这还可以配茶 对 它不是已经茶入菜了吗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误会 龙井虾仁是虾仁炒好之后 撒上一把茶叶 那当然不是这样 有的人是这样认为 他说这有什么难 就是撒一把龙井 就跟tea pairing一样 大家觉得茶泡出来就可以配茶 大家就觉得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里面的know how 跟它的轴心问题 它牵涉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对菜要很了解 第二个 你对茶的泡出的温度 跟所谓的它的色度 它的单宁 怎么去转换这个菜 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不了解的 那我们谈这些问题 比如刚刚讲到龙井虾仁这件事情 其实龙井虾仁它的嫩液 它是可以吃进去的 那我们在考虑茶餐跟所谓茶去露菜 这是两件事 可以分两个角度去看 茶露菜这件事情是已经做很久了 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说 茶的丹宁跟食物里面的蛋白质 有什么样的关系 它有没有什么化学变化 还是说它会把肉质变硬 这是第一个角度 其实现在就有人留言 有人就在留言说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听众水准很高 有人正在讲说用茶去露菜 你知道讨论的就是它的苦涩味 跟这个油脂的一种 会不会互相有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去探讨的 这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菜做好以后 那如果要有pairing茶的话 那主厨你一定要跟他沟通 假设你这个餐厅要做这件事情 你这个常轨的菜这样出 可是你的茶要怎么去搭它 你必须要去考虑 比如说这个菜很酸 那你的茶的浓度应该多少 还是说主厨在下 比如刚刚讲龙井虾仁 这个它嫩芽的部分 以前可能挑的季节是 一心二叶 就是嫩芽嘛 那这些茶是不是每一季都会一样 你也必须要去观到它这个细微的部分 那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今天呢 我真的点了龙井虾仁 龙井虾仁就没有茶可以配了吗 可以 然后这里听到这个节目 就有一个很独门的 这个我解两个例子 比如你想到很多流行喝普洱 你如果普洱茶去配龙井虾仁 这道菜就挂了 为什么 因为它又不需要普洱这么强烈 它会把虾的鲜嫩都全部盖住 那龙井根本就不见了 是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去秤它 其实有一个茶很棒的 就是台湾的高山 比如大玉林的茶 泡得很淡 泡很淡 然后温度降低 然后要比龙井 要比龙井的味道更浅 对 可是 它比较窜气 然后它会把虾仁 虾仁因为这是白虾 它这道菜是白虾 白虾很嫩 它什么时候改成白虾了 这道菜正规应该是和虾 怎么连材料都改了 不是不是 我是说如果是白虾 我不是说它改 如果是和虾跟白虾 它更嫩 就是你讲的更嫩 那这个嫩度呢 它其实需要用 我们讲清发酵的这个高山茶 提它的味道 所以这道菜吃起来就会更雅 所以它不一定要龙井虾要配龙井茶 现在有听众朋友问说 那可以配包种吗 包种 包种会更轻盈吗 包种茶它有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如果是包种茶没有做 它会有一个水味跟轻味 它就会带苦 那就会把这个虾仁的味道带过 那我们喝白酒也一样 比如说你喝白酒懂的人就知道 Shoplet 这样的厚度 那你如果是Burgundy 有岩石味的 也是不适合的 所以它是比较稀 比较用拼 矿物啦 对不要太多矿物 但是用到鱼类 比如说海鱼里面 矿物就很特别 或者螃蟹类的也很适合 因为其实很有趣 就比如说像一些市酒师 我记得在有一些饭店里面 他们也曾经试图把 请市酒师把一些知名的中菜 拿来配搭 拿来配搭红白酒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有的合适 有的还真不合适 你讲到这个 我讲到一个大概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就是大宗亚瑟顿的林老板 他最早是进伯格迪酒的人 那他第一次办这个中餐 就是我帮他挑的餐厅 在名声东路 哪一家 江浙菜 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就去试吃 当时那个干妈店 那个女老板 我们就三个人去试吃 那配伯格迪是很大的 后来办了一个很成功的 伯格迪的红酒配江浙菜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 虾 有我们讲 下面很多很多蒜 很多那个 像那个避风糖 类似这种 味道很重 很重 然后配伯格迪的红酒 它那个味道是刚好可以 把它两个合在一起 那如果以避风糖 这个这道菜 你要配茶配什么茶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要很重的 它有辣 又有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近段广告 听众朋友先想 下一阶段回来 看你答对了没有 我每次只要吃到 这个红酒配中餐 失败机率很大 不是 有的时候一开始可以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在讨论 Y-Pairin跟T-Pairin的不一样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红酒一开始很棒 很好 可是当你喝了超过10分钟 20分钟之后 其实酒值已经在转了 对 然后当你再吃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呦 怎么好像除鱼桶 你知道那种酸 还是说一恰生 不是说我真的一恰生 就比如说你酒 葡萄酒就酸了 就比如说你酒喝下去的时候 你就开始 明明没有一恰生 你就开始有一种你知道 然后那个食物就变得很 对啦 那个食物就 好像就是 大锅菜厨余 还是什么好像已经发酵 就冰箱放过 对啦 所以等于是每次只要是这种 中餐的餐酒搭 你永远永远都是在前半段 觉得在云端 在后半段你知道 就跌入地狱 可是关键是茶其实泡好了之后 茶不会转啊 今天除非是一泡 二泡 三泡 有没有 今天除非是你的几泡 当然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我当然都要喝一泡 二泡才是最好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也不一定 因为好的茶 它其实 就是刚刚讲的嘛 浓度要控制 对不对 还有温度 所以等于是我等一下会想讨论的是 因为茶会定住不动 因为我对于三本真治的那一套 T-Pairing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它每一杯茶 因为我们都反过来 因为我们很好奇嘛 对不对 就即使你 他规定你这杯茶配什么菜 这杯茶配 我们都一直一直一直跑回来 一直跑回来 那就会发现 其实茶 不知道这是茶的优点还是缺点 就是当他在配餐的时候 他的味道是固定 他的颜色是固定 他是优点还是缺点 我不知道 还是说或许对于视察师来讲 视察师可能比较轻松 跟嗜酒师对应起来会比较轻松 其实视察师会比较累 因为他要 你等一下讲 你等一下讲 对就是等一下我想要问这个 这个会比较累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们会觉得 酒的变化度很好的酒 因为我有喝过 开瓶喝完 一直都没有变化的酒 那也很奇怪 没有啊 有啊 他们会觉得比较差的红白酒 就是不会变化 那你就配调的 对啊 调出来 你知道吗 我是王瑞瑶 现在的时间是11点40分40秒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的是池宗献 这其实是我们的媒体前辈 而且呢 他出了有关于跟茶相关的书 超过了40几本 然后听众朋友呢 现在呢 打开电视 可以在大寻宝家这个节目看 听众朋友 有没有觉得王瑞瑶很欧巴桑啊 其实我自己很爱看电视 而且呢 都觉得很开心 在这里面学得了一些知识与常识 就跟听众在听超级美食家一样 我们今天呢 来推荐他的新书 远足文化的品茶入菜饮美味 可是呢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按照书的章节在讲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进阶 直接给大家跳 目前为止呢 台湾餐饮还是说世界餐饮 现在最新的一个趋势 就是从Y pairing变成了T pairing 可是到底要怎么 pairing呢 听众朋友一定会说 我们家有很多茶啊 我到底要 pairing什么 可是呢 刚刚我们讲出了几道菜来做例子 甚至呢 也有听众朋友不断在直播的时候留言 留言说我们家有很多铁观音可以配龙井虾吗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 我刚才就在跟茶博士请教 我说我第一次在祥云龙云喝到了三本真志 用台湾的茶叶 用台湾茶叶哦 做了七款T pairing的时候 我喜欢它的颜色 每一杯的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我发现每一杯的茶的品质都很稳定 这个其实呢 当我们在做Y pairing的时候呢 如果听众朋友很爱喝红白酒 就会知道说 当我今天在吃这道西餐的时候 这个酒是会改变 酒值是会转变 所以当你在吃这个西餐 尤其是时间拖很久的西餐的时候 这杯酒的第一口跟最后一口径都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T pairing跟Y pairing 让我觉得困惑的地方 所以像Sauvinier他帮你打开红酒 比如说我的习惯是半瓶decan 半瓶不decan 我就看它的变化 那这个看起来他其实蛮辛苦 他开然后要帮你倒酒 那大概一杯他 比如说香槟是倒三口 那红酒大概是五分之一杯 你这样慢慢喝 所以他倒很久 那T pairing呢 其实泡茶的这个试茶师他更辛苦 他如果跟你做做边服务 他一定要控制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他要把这个茶叶很适合 因为你点的菜会不一样 你的主餐是肉类鱼类 他适当的建议你 比如说你当然可以选任何你要的 可是他如果这个建议给你的是不搭的 那这个角色就不适合了 所以他要第一个要选择适当的茶叶来配菜 第二个他要把它泡得刚刚好 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一泡不是最好吗 还是第二泡就是最好 应该是浓度的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浸泡温度 比如说我这100度 那泡的是五分钟还是三分钟 还是说一分半钟就出来 那就要看茶叶 刚刚讲发酵跟烘焙不一样 那再来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你一定要很适时的让吃的人知道说 你是先喝一口茶 还是先吃食物 还是食物吃的跟茶一起配 你希望怎么导饮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他要临场看每个人的习惯 当然有一个重点是说 食物不能太大口 茶进去的时候两个可以咀嚼 它的香味跟唇味才会产生变化 因为这个是Y pairing的规矩 对不对 那其实T pairing 其实在味觉的感官的传递上面 它其实是需要这样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已经把茶 茶已经不是让你解渴用了 对 茶已经变成一种调味 对 这道菜的调味之一 对不对 而且它可以带来你味觉的一种另外提升 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去做了一些学成的训练 我去训练餐厅的人 你把它做成一个SOP吗 没有我就成立一个茶学院 就是我来推动所谓四茶室的训练 那我就开了几个课 比如说清香的课程 就是六堂课十二个小时 然后这中间给你考试 比如说我已经在亚都上过了 我就给他们考什么 喝水 五种水让你喝得出来 结果有厉害的 有几个是五种十杯都可以喝得出来 他们是四酒师吗 不是 就他们有四酒师的底吗 有一个有四酒师 那其他都是第一场服务的 你是要我们喝出什么不同 比如说 喝出它的相对性 我要怎么形容 比如说我这个Avion对Avion 或者说Aqua对Aqua 那我在五杯跟五杯的中间 我是把它弄乱的 所以你一杯要去找到另外五杯 里面一杯跟你一样 你是要做连连看 对 是不是 我还以为你要我形容水 这个水这个太难形容 对很难 没有 就其实 那要形容软硬 有没有气泡 就这个 那很简单 因为它里面有PH值跟钠 对啊 所以呢 训练你的味 甜甜 对味觉 如果你试茶时 你没有训练这个味觉 你是很难去 刚刚我提到第一个重点是 你没办法去看到 食物跟茶的搭配性 所以很多人 我觉得茶也是 就比如说泡茶的这个水也是 对 同样的一支茶 不一样的水 不要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相对应的器皿 我这样讲对不对 所以水为茶之母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泡茶的弱碱性跟弱酸性 你要知道 那茶不一样 水会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讲究这么的高的话 你要均值 均值就是说乌龙茶 我们用什么水泡 它最甜 那就是你凸显它的优点 对对 那这样的过程中 食茶是他去接受训练 所以我在第二个学程里面 我就有一个学程就是让他们真正去泡茶 然后实验他泡出来的浓度跟食物 有没有一个相应性 那最后我在这个课程里面的最后一个学程 我会出一个题目是 让这些学员去选三种菜 不管是中餐西餐日餐或意大利餐 然后他们去配茶 然后我找可能我将来会找瑞瑶你来当评审 就是有客观的评审来看说 这个食茶是他配这个茶 跟这个菜到底合不合 好等一下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三种 一个是中餐 一个是日本料理 一个是西餐 对不对 可是对我来讲 你知道就比如说我那次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对于这种 茶餐配的一种很震惊的印象 是在日本料理店 就三本真挚的那家祥云荣云 可是我自己会认为 日本料理相对于 其他比较好 对啦 我其实不好意思这样讲 虽然他配的很好 因为等于是日本料理的调味 有一个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个范围里 一个调性 是不是 所以我每次去吃日本料理 我都会带茶去 那因为为什么不喜欢喝 日本料理店的时候准备的茶 因为他都喝的是煎茶 或者是培茶之类的 对 那那个味道其实是破坏 鱼类的鲜美 你看那个培茶 那个很重的培火味 他就会把那个鱼肉 比如sashimi的鲜美 然后那个煎茶 它是带苦的 那个其实呢 对于很多像 你把那个带苦的那个绿茶 广告来咯 休息一下再回来 等一下 我们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 我们有出一个题目 要解答没有解答 等一下我都忘记了 等一下哦 龙井 龙井要配的 龙井配 配什么茶 对 我们没有给大家解答 因为现在有人有讲铁观音 我们刚才只有讲说龙井 龙井虾不能 我们是配高山乌龙 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龙井 然后不能够配普尔 对不对 我们刚才其实讨论到这个东西 我们有提那个大鱼岭的高山 对不对 大鱼岭 我们刚才其实有问一个问题 好了 我们刚才其实有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你们 不过没有关系 然后有人讲说 是了小云龙云和Lodge 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他们都觉得这两个茶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可是代事节我要跟你讲 我第一次在祥云龙云 试了他的Tea pairing 我很惊讶 我惊讶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他是日本人 日本人居然用台湾茶 来做Tea pairing 这是我很吃惊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告诉你的 刚刚讲的就是颜色 Colorful的这个 就是茶泡出来这么各式各样 这种浅色的 而且是浅色的 不同层次的这个 让我很惊艳 然后还有就是 祥云龙云那个时候 不管他是不是可以搭菜 他每一杯茶都好好喝 我不知道茶博士认不认同 我也试过 其实他有一个东方美人 做的那个像甜点 布丁 那个我觉得他很成功 他都把茶最好的状态定住 所以才会在讨论说 到底这是第几泡 这难道是第一泡吗 这还是第二泡 而且我觉得他不但定住了 他的颜色 定住了他最佳的状况 他连他的香气都定住了 因为其实茶要把它控制在 刚刚提到这个不困难 不困难 就是说你懂那个茶性 然后就是我刚提到的温度跟 问题是 我觉得他是日本人 我们怎么会喝书日本人 你知道中国茶 日本的茶道它很发达 不是 日本的茶道没有那么多茶的种类 就像你刚才讲的 煎茶焙茶还是什么 抹茶 三个 为什么他们可以想得到 我们想不到 所以我才要来做这件事 有没有很夸张 我其实surprise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来做这件事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最近在远足文化出了一本新书 这应该是他接近第五十本吧 品茶入菜 饮美味的作者 池宗献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喜欢喝茶 喜欢喝酒 喜欢吃菜的人 已经在直播这边留言 已经要吵起来了 因为呢 有的人有喝过 像Logic或者是 祥云龙云的茶 然后呢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然后呢 最近呢 最新的这个Tea Pairing 其实是来自一家法国餐厅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这个法国餐厅呢 他一直强调要回归正宗 可是他请的是一个日本师傅 那所以呢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就可以知道 像这样子的流行 从日本开始发酵 应该很确定 从日本开始发酵 然后现在散居 开始往外散出来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我这几年在美国的Penn State 有一个茶奖座 美女都会去 那我之外呢 我就会到他们的 纽约的一些三星的餐厅 那最有名就是EMP嘛 Eleven Medicine Park 其实呢 我在四年前去呢 就发现他们开始有 Tea List 就一大本 那是日本的影响 对不对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已经注意到 中国茶的崛起 那日本人是很细致的 所以他把它发挥出来 但是呢 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就是说 不管是法餐或中餐 其实对茶的基本结构 如果你不了解 其实是你没办法去达到那个效果 刚提到说 日本师傅在发餐做这个东西 这个师傅我跟他见过几次面 他问我一些问题 其实是很认真的 他就一个电脑打出来 一个Excel 他把台湾茶喝过 有每个做记录 他就是做细部的分析 那这个中间呢 我觉得我们在喝茶的人也是一样的态度 就是说尤其是台湾 像刚刚你提到的也就是说 可能你开直播很多人说 那没效 我自己喝茶20年 我就会觉得我比你懂 我出来茶 茶叶都可以 对不对 对 那我很高兴 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人喜欢喝茶 而且这么多人拥有这么多的好茶 可是呢 我要提醒各位 喜欢喝茶 跟我一样的人 其实我 我根本就不是做茶的人 我只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那我是用一个 很喜爱的角度 进入这个领域 才发现说 哇 这个领域有这么宽广 而且是新领域哦 大家不要认为家里的茶叶 随便拿出来 今天你老婆炒一个回锅肉 你就可以来配茶 丢茶叶进去 那就 那个肉就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强调说 你要把茶露菜是一个叫做茶菜而已 那餐茶的意思是说 你每个餐 所以我去到处去吃 吃的时候 我同时都会带着茶去试 所以我在帮亚都做一个员工训练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说 那老师请问你 你凭什么说这个鱼配这个菜 配这个茶 我说因为我吃过啊 比如刚刚讲的龙井虾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试过 乌鱼子我也试过 你台菜我也试过 你大概能够吃了 我大概就拿茶去露菜 乌鱼子我只想到酒 我没有想到茶 乌鱼子配辅鱼茶的白鸡罐 等一下 我要台湾茶 那台湾茶就是我们配的是 冻顶乌龙 冻顶乌龙 因为它的焙火比较重 一点点 冻顶乌龙与乌鱼子 对 冻顶乌龙 它的是洪水乌龙 就是它的发酵多一点 烘焙多一点 那因为乌鱼子 它们都会稍微烤过 表皮会有点焦 那那个焦 有一个熏 不完全 排不到熏 对 它是烤而已 有点微焦 那那个乌鱼子上面的 那个软的部分 它颜色会比较深一点点 那里面比较软 那你把 因为乌鱼子吃进去 口 牙齿会有时候会粘牙 那如果你用那个茶 我刚讲 冻顶乌龙下去 它会把那个 牙龙的部分会化开 然后会生筋 好 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 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可是看你想办法去加 池老师的FB的莲友 看他愿不愿意 看他要不要回你 因为这个听众朋友问说 川菜要配什么茶 川菜 你知道吗 百味百格 一菜一格 这个川菜有酸辣甜咸 还有不辣的 不麻的 复杂极了 像盲桥 还有那个国宾的 复杂极了 对 它很复杂 那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举一个实地 比如某一道菜 因为讨论问题 豆瓣鱼 对 或者是说 这个 它的这个辣子鸡丁之类 辣子鸡丁要配什么 辣子鸡丁 其实是麻辣都接近 比较顶端的 对不对 对 比较接近 它的辣是会马口的 就会马口的 跟辣是两件事 所以你配的茶 也要不一样 那如果 我们当然 如果不局限在台湾茶的话 比如说 大陆的 我们讲的普洱 因为台湾很多人喝普洱茶 那这个普洱茶有清品跟窝堆的 那这个窝堆茶来配很适合 所以我们要知道 讨论问题是 focus在那个单独的 所以我觉得 四茶师也是一样 就是说他要服务给客人的时候 他必须要了解那个食材 还有对于那个食物的辣度 比如刚刚以川菜来讲 广东菜他要了解 他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然后江浙菜的甜又是什么 才可以作为一种对应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试茶师他的训练 是一个很严谨的 而且他绝对 将来在这个世界舞台里面 他不会输给四九师 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在吃这个一套餐下来 要做这种茶餐配 我的胃会不会受不了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会对于 你讲到重点 就是说我们讲茶 很多人说 喝茶睡不着 会睡不着 还是说他会让我一家生会刮 会伤胃 会刮 对 那这重点只有一个 你要选对好的茶 所以一个餐厅 他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他的前提是要选对茶 然后要人做专业的训练 因为你的 我刚刚为什么讲训练水 如果你水喝得出来好坏 你才能够去分辨 茶到底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茶这件事情 就跟酒一样 刚刚提到说 你有不好的酒 他一瓶酒从头到尾 都不会有变化 我有喝过开瓶到结束 都是一个味道 没有变化 所以茶更是有这样的变化性 所以我们在讨论 品茶入菜饮美味这个里面 我觉得有三个重点 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手上有很多茶 我建议你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泡泡看 浓断皆宜 那你因为喝茶还蛮主观的 有自主性 你可以试试看 第二个 如果你有兴趣 你来加入这个 视茶室的这个training 这个training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茶的基本结构都告诉你 然后让你实验 让你自己也变成一个 视茶室的角色去配 视茶室不是只有在餐厅服务 你其实在家里 或是在平常生活 自己就可以训练 或者是我们家里聚会 或是好朋友聚会 你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对 对你帮大家的茶叶来做一个新的解读 或让那个放在家里的地方 没有去用他的茶叶重新生命 重新来跟餐配合 的确很多家的人都有茶柜 打开来茶很多都没有喝 都忘记了 那我觉得我是希望带动这样的一个 第三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去餐厅 我们如果看到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说 开车很危险 那你就不要点酒 那你就点茶 那如果你能够因为你自己做过这样的训练 我相信产业链 因为消费者越来越懂 他就会越来越要求自己 而不是说堆一个餐车出来 然后摆一堆茶 说我就叫做视茶室 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以多取胜 其实还是要非常配搭 台湾现在像亚都饭店 他们就是在做这样的训练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餐车什么茶 他们也都需要去做过滤 那我觉得所有餐厅都一样 不是只有一家 那这样台湾的茶产业 因为这样而注入新生命 然后再来这个 这个新生命跟餐饮业 也会产生另外一种火花 对啊 我觉得不止一家 是很多家都在做 可是到底哪一家能够做到到位 这件事情可以慢慢观察 有听众朋友问到了东方美人 可是我们时间到了 直播没有停 会回答完之后才结束直播 就是东方美人适合配什么菜呢 老师爷你要先讲拜拜了 拜拜 好来 等一下老师要回答这个问题 东方美人其实它是一个百搭的东西 百搭 对因为它甜 然后又香味又韵 那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我们举个例 台菜就好了 其实台菜非常搭 比如说那个 那个螺肉 螺鱼 螺肉蒜吗 那个很难配对不对 那个是酒家菜 人家螺鱼螺肉蒜都配酒啊 没有 你来配东方美人 然后呢 你在东方美人配完以后 那个汤还有剩的话 你再把那个东方美人 放一点进去配 或鸡汤也都很搭 可以这样子 就有很美妙的那个香味跟滋味在 我曾经配过一个是在 文化东方他一个私人的俱乐部里面 他就用一个乌骨鸡汤 那我就用茶叶让他入到里面 另外呢像军品的那个压架子 煮的粥 也可以放茶汤进去 因为我刚刚其实就在想一件事啊 就比如说我们都在讨论茶叶入菜的这件事 我们其实在台湾有很多餐厅的餐厅的主厨 因为在很多年前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中华美食展就鼓推茶叶入菜 然后他们就会把茶直接丢进鸡汤里面一起炖 那不好 对 可是因为那个其实要选 就比如说什么茶叶可以炖这么久 还是说什么茶叶炖了 什么鸡汤炖了一半 茶叶再进去释放茶汤的味道 还是说他快好了 你才让茶的味道进去融合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简化 简化就是说我茶拿来丢进去 要茶菜 不是这样 那个就 味道坏了 而且他会有很重的苦涩 就他的缺点出来了 最近那个苹果日报不是三菜一汤吗 他们就请我做了一个以茶露菜 我其实是把茶叶当sauce 去做菜 另外我也写过一些这样的书 就是说我茶泡完以后 那个汤我没有丢掉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食物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创造生活的趣味 大家其实可以在里面找出更多的变化 对而不是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讲Y-Pairing的时候 其实都是以外国人的观点来看 我喜欢以或许是以台湾吧 然后或许再以中国 因为的确有一些茶 对有一些茶 其实中国还是比较厉害了 在台湾也都喝得到 比如说普洱对不对 我们其实台湾就没有 太多人买普洱 对那所以等于是 大家其实可以透过家里的茶柜 然后再去寻求更多的生活乐趣 然后也可以去品尝 因为很多餐厅现在都在做T-Pairing 大家也不要只有试一整套 你可以试一两只 因为不要硬性规定说 A也要配茶 B也要配不需要 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 都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 好 最后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 池宗献老师的这本新书 他的书 从以前都出这种很大开本的 他从来都不出小开本的 所以拿起来很重 给大家看一下 品茶入菜饮美味 谢谢池宗献 谢谢池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下次有机会再来玩哦 好 你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然后我再跟他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